把鸡蛋倒进油锅里煎一煎,再加点洋葱炒一炒,出锅瞬间变成一道家常美味,很多人都有吃过,但是每个人的做法都不一样,今天我来详细分享,欢迎大家下方留言评论。 我们要选用这种比较扁的母洋葱,更香更好吃,对半切开以后呢,给它剥出来切得更加均匀一点啊,每天都给您带来最详细的做菜教程, 如果你每天不知道做什么,吃什么,可以关注一下,到我的主页里面找灵感,非常感谢。 切好的洋葱放入盘中,备用。 昨天剩了一点彩椒,也给它切进去。 再搞两颗大蒜子,切成片,放在一起。 准备一个空碗,往里面打入三个鸡蛋,然后用筷子给它充分打散,搅拌均匀。 好,我们的前期准备工作基本完成,下一步开始正式上火烹饪。 起火热锅,然后加入适量的植物油,晃动锅子,让油给它润满锅壁,如视频中这样操作。 油热以后,倒入鸡蛋,用锅铲先给它搅拌几下,让它受热均匀。 把鸡蛋先炒到这种半干的状态,如视频中这样操作。 然后我们把鸡蛋摊铺开来,形成一个大圆饼的形状。 这一步的目的主要是能把鸡蛋炒得更干,更香,更好吃。 两面都煎到金黄,把鸡蛋煎熟,然后用锅铲把它切成小块,如视频中这样操作。 炒好的鸡蛋,暂时盛出,放入盘中,备用。 不用洗锅,往里面加入一点点猪油,用猪油炒鸡蛋更好吃。 然后倒入刚才切好的洋葱,保持中大火,给它翻炒个五六七八下。 为什么很多人做这道菜,里面的洋葱很容易发紫发黑? 可以试一下这个方法,保持大火,从锅边加入一点点开水。 这一步的目的是让热锅和开水发生碰撞,产生媒介,形成一种微小的油水混合物颗粒。 这种微小的油水混合物颗粒,通过铁锅的蒙炒,它能锁住洋葱里面的颜色,保持不发紫不发黑。 然后呢,调入半勺盐,增加底味,保持中大火,给它翻炒个五六七八下。 然后倒入事先炒好的鸡蛋,保持中大火,给它翻炒个五六七八下。 在网里面加入一点点鸡精,增鲜,增加浓郁度。 从锅边加入一点点生抽酱油,让它产生焦化,才香。 保持最大火,给它翻炒个五六七八下,炒出香味,炒出锅气,就可以出锅,装盘。 一道非常简单美味的家常菜,洋葱炒鸡蛋,制作完成。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,感谢您的耐心观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 好啊! 感谢观看